为了各位我们一起看天气 已经好天气两天了 不过提醒您 好天气来得快去的也快 因为在明天周末假期开始 又有一波新的水气 以及东北风增强了 所以受到东北风增强 以及风面雨气接近的影响 在中部地区 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 都会转成一个多雨有震雨的天气 其中要特别提醒中部地区 也就是嘉义以北地区的民众要多注意了 这一次的水气影响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点 以往都是台中以北要多加的注意 不过这一次台中以南一直到嘉义 也有机会出现一些震雨 所以特别提醒您 接下来这几天安排活动都要多加的流星 最好是期待雨具在出门了 那么气温的部分也会变得比较凉一点点 提醒您要多加注意保暖 下个星期还会有两波东北风接力的报道 所以整体来说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很不稳定 特别是在中部以北跟东部地区 务必要多加留意天气的讯息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目前在中国南方开始有一些水气发展了 而接下来周末假期就会随着 东北风增强这些水气慢慢的往南移动 而到了礼拜天下雨礼拜一 还会有封面雨季报道 最近来说天气状况都是相当的不稳定 我们来看一下礼拜六礼拜天 水气就会伴随着东北风 逐渐的南下影响台湾来了 到了下个礼拜一封面通过之后 这个中部以北东部地区还会出现更明显的雨势 如果来看一下四日雨区的分布 礼拜六礼拜天主要是北部东部地区的震雨 比较明显一些 到了下个礼拜一则是加以以北 一直到东部地区都会出现明显的震雨 特别是在北部东北部地区了 雨势真的是蛮明显的 特别提醒您要多加的留意了 这样的雨势呢 到下个礼拜二才会逐渐的趋缓 不过其实很快的在下个礼拜四 又会有一波新的东北风要报道 影响台湾了 所以我们刚刚才说 未来这个星期 其实天气变化非常的大 除了气温上上下下之外呢 雨量的变化也蛮明显的 会有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 特别提醒中部以北东部地区的民众 要急着期待一句出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淘宗热亚以北呢 在到台北地区 以及呢东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会有一些震雨的情况 到了明天白天呢 则是北部跟东部地区都会有一些震雨的情况 提醒您安排活动 尽量以室内活动为止会比较适合了 那么呢在空气品质的部分 也因为东北风增强 而且有下雨的关系 普遍来说空气品质会有显著的改善 但是呢在高频地区啊 空气品质还是不太好 位在东北风的背风侧风速比较微弱哦 所以呢空气品质依旧是比较差一点 所以特别提醒高频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这几天外出还是要多加留意身体上面的变化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MING PAO CANADA M.A. MING PAO CANADA M.A. MING PAO CANADA M.A.